我们要来看一下在这里的一些题目的样子 第一种类型是我们最喜欢考的 就是我告诉你最小单位 请你写出正确的测量纸 第二种是考的比较少 比较少考很少考 就是我写给你正确的测量纸 请你告诉我最小单位 另外的是有一段时间 常考的最近考的比较少 就是用比喻的观念 来知道东西有多长多大之类的 这个叫做 有最小单位什么正确的测量纸 第一个 我的最小单位是度 那我正好25度 那写多少 第一个我要写到度 25度 但是又要多一位估计值 因为觉得刚好 所以估计值是0 所以我们就要写成 25.0度 所以我们当然要写成25.0度 第二个 我的单位最小是公里 我认为正好15公分 那写成几公分 15公分 下一位是公里 所以就15.0公里 这要做写到度小单位 还要再多一位估计值 以为刚好 所以是0 所以要再多一个0 所以要答案变成什么 15.00公分 所以我们答案写15.00公分 或者你把它写成150.0公里 150.0公里 也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要求你写公分 所以就是15.00公分 那 公克 最好的单位 量一公斤要写多少 如果我是要写成几公克 一公斤是1000公克 1000公克到这小单位 它再多一位估计值 这是1000.0 所以是1000.0公克 如果最后面写是公斤的话 就要写多少 1.0000公斤 4个0 1.0000公斤 那最后就会扯到 为什么要用科学技巧这件事情 那我们再说吧 OK 这样就是所谓的 给我最小单位 请写出正确的测量值 这个叫做有正确的测量值 请告诉我最小单位 距离是376.8公里 那我的最小单位是谁 2.2 没有 2.2不在 3.5 没有 2.2 要估计值 最后要估计值 最后要估计值 前一位 那个6叫最小单位 6是特会15公里 所以叫错 我的排水量是15.4万公吨 15.4万公吨 那请问你 我的最小单位是谁 11 11 我最小单位是谁 公吨吗 公吨 请坐 万公吨 四是最小单位 0.1万公吨 五是最小单位 二位数 后面单位是万公吨 谁答案是万公吨 这个东西重 1.34毫克 最小单位是谁 1.34毫克 最小单位是谁 2.3 0.1毫克 取例 多少 0.1毫克 请坐 四是最小单位 三就是 对不起 四是估计值 三是最小单位 0.1 0.1毫克 那 如果你换那边的 100为克 100为克 不过正常不会这样写 因为这边写的是好克 所以0.1好克 OK 好 等一下后面的在长度的地方 有类似像这样子的 给我一个东西 我看指示导单位 后面就看到 看这种图吧 好 好 来 六是骨力的观念 啊 这样 拍张照片 背照一下 这骨头 这骨头大概多长 我强烈的明示你 一字圆子里的长度 大概15公分 一字圆子里的长度 大概15公分 那请问你 这样多长 白色 3 3 3 1 3 2 B比1,請坐 我大概有三支原子比長 一支原子比15公分,所以45 所以答案就選了50 這就是我們考試常常會出現的類型 考試的方法 OK?